咱们讲这么一段故事 这段故事是清朝乾隆年间的故事 不好说 为什么 这清宫戏太多了 尤其呢 这个清朝的历史呢 大伙都熟悉 因为清朝啊 离得现在最近 清朝是哪年灭亡的呢 是1911年 今年呢是2011年 这才没了100年 所以大伙对清朝的典故 我仪式知道的最多 那么尤其呢 对康雍乾这三朝就更熟悉 因为呢叫康乾盛世 康雍乾三辈 故事最多 年头也最长 您拿康熙来说吧 当了61年皇帝 乾隆呢 当了60年皇帝 又做了三年太上皇 就他们爷俩 就120多年 当皇上很少有当这么多年的 这爷俩可以说呀 算破纪录了 唯独大清朝 这个乾隆 最难说 也最好 好好的哪了呢 因为他在整个大清历史当中 他在正当劲 大清朝您都知道 大清朝是十二帝 十三朝 乾隆也整在中间 他往前都是六朝 天命天聪 崇德顺治 康熙雍正 他在后边是六朝 他后边是嘉庆 嘉庆 道光 贤方 同志 光绪 玄统 这么是六朝 你要算年头呢 可也是正当劲 大清朝 多少年历史 二百九十五年 一共二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乾隆是哪年登基 乾隆是1736年登基 这是乾隆元年 什么时候退位呢 是1796年退位 后边这三年太上皇不算 整当六十年一家子 那么他前边这六朝 一百二十年 后边这六朝 一百一十五年 他是在正当劲 正当劲 您就记住了 是当劲的全是好的 您比如说吧 吃饺子 吃当劲 饺子当劲是肚 当劲是馅 吃橘子 当劲是半 吃枣 当劲是胡 没有吃枣胡的 也有不好的 但基本上当劲的都是好的 这个乾隆朝呢 您都知道 有这么一文一武 一汉一满 两位中唐 咱们这段书呢 就由这三个人说起 是乾隆啊 和珅 刘雍 这个了不得 您拿和珅来说 是满中堂 五英殿 大学士 九门提督 八七 正都统 这个官可不小了 而且全清朝野 真得说是一人之下 一万人之上 唐商一呼 是阶下拨弄 权力打了去了 那么刘雍怎么样呢 刘雍自充如 好食安 您要听刘雍 刘食安 以为这人是自食安 不是 他的好是食安 您要是 现在到琉璃厂啊 到北京十里河啊 潘家园啊 古完成啊 卖这个文丸自画的地方 您还能看见 经常能看见 刘食安的扇面啊 小山呢 对联呢 这都能看见 刘雍的书法最好 唠款就唠 食安 这是他的号 那么他呢 是汉中堂 文华殿大学士 吏部天官 左都玉史 太后玉儿甘殿下 家封三千岁 叫建官大一级 咱们这段书呢 有人叫满汉斗 有人叫君臣斗 有人叫官场斗 有人叫刘罗锅 等等等等 不同的名字 干嘛加个斗子呢 就是要在这三个人当中 斗智 斗勇 斗心眼 汤沙老斗 其实这仨人呢 斗不了 怎么斗不了呢 这岁数差太多 说书唱戏啊 看电影 看电视剧啊 您就看个热闹 不能较真 真要较真啊 这书没法说 怎么呢 这乾隆爷啊 是1911年生 1711年生人 这乾隆爷啊 是1711年生人 今年正好是乾隆爷 诞辰三百多年 啊 那么这乾隆爷 比刘庸呢 大八岁 刘庸是19年生人 季晓兰呢 是24年生人 这都是17的啊 17世纪的 比这刘庸又小五岁 您再听和珅 和珅哪年生人 五零年生人 和珅比乾隆小多少 小39 比刘庸小31 那么25岁的时候 乾隆当的皇上 25加35 乾隆60 乾隆都60了 减39 这和珅才21 刘庸差八岁 这还好吧 基本属于同龄人 季晓兰又差五岁 这也能聊到一块 这几个五六十岁的老头 搁一二十多的小伙子 您琢磨能斗的一块吗 刚二十出头 他说不到一块去 也斗不到一块去 那为什么 还要让这几个人斗呢 咱们这个是 刘庸和珅乾隆斗 您要看铁嘴铜牙继小兰 是和珅继小兰乾隆斗 这仨演员呢 张铁丽 王刚 跟这个张国立 张铁林 这仨演员呢 岁数也都差不多 都是中年 您看的 实际和珅差远了 是个孩子 那为什么 要让他这几根斗呢 哎 就因为和珅是贪官 真正历史上啊 反和集团的首领领袖人物 是纪小兰 纪小兰姓纪明云 自叫小兰 号叫春帆 她的职务也比刘庸高 纪小兰对于中华民族来说 都有伟大的贡献 她是四库全书的总编 这个项目她负责 这个工作量非常的浩瀚 而且学问也大 外号叫纪大燕带 这倒是不假 刘庸啊 铁宝啊 等等等等 满汉 这些个正职的官员 当时都是反和集团的 但实际纪小兰是领军人物 那么我们 前辈的议人也好啊 大伙老百姓啊 也好 民间那些传说 对这个贪官呢 就要让纪小兰 刘庸这样的人物 非常巧妙的 用机智的手段 把他给逗趴去 咱们就以着这线索 给您说 所以您把这岁数给刨开了 哎 把这个想法去掉 咱们这书就好说了 那么怎么叫育儿甘殿下 加封三千岁 建官大一级呢 这是刘庸小时候的事 刘庸他爸爸叫刘统勋 刘统勋就在朝为官 那是三朝元老 历经了 抗拥前三朝 这个刘统勋呢 当年在朝里边就是御史 御史阎官 干嘛呢 就是专门考核其他官员的 所以为人罪证 刘统勋亲手把自己俩儿子炸了 刘庸杭三 大儿子不小好 抢男大女 无恶不作 有这个老百姓的状子 一层一层网上告 最后让刘统勋知道了 法不训情 亲儿子怎么样 炸 把老大炸了 老大炸完了 老二又不学好 你也是 跟他大哥一样 坏事作绝 怎么办 老二 炸 到刘庸那了 刘庸一琢磨 别再炸了 我小好吧 所以刘庸刻苦的念书 孩子不大 那会儿还没当官 赶上这个太后啊 降乡 太后谁 就是乾隆他妈 扭咕噜是 这老太太呀 为了儿子的江山设计 东楼里烧香 西楼里许愿 什么佛都办 老太太挺迷信 那这皇上的脉迷信 太迷信了 满族本身有教 满族信奉撒满教 但是呢 入主中原以来呢 对这个佛教也特别的崇拜 有这方面信仰 尤其北京这地方就是庙多 就拿城里来说叫五坛八庙 庙最多了 老太太三天两头的上庙里边去许愿去 红天大院 就保佑着我儿的爱心觉罗红利 这个江山坐得稳坐得老 老百姓呢都能够安居乐业 我们大清朝的江山的一统万年 就这个意思 那么老太太呢 这一迷信呢 也信杂了 寺庙就败 什么佛爷全许愿 北京城这庙都走遍了 他问身旁的人 还有什么庙咱没去过 这手下的公和财女 回老佛爷吧 说那个大庙基本都道遍了 再有就是小庙了 小庙都是什么庙啊 城隍庙 龙王庙火神庙 这庙了 那也行啊 也行 这庙也得办 挨着个来 咱们啊 护东华门 头一个 什么庙 二郎庙 二郎庙在哪 就是现在灯是口的 你要东单往北走 灯是东口 路东了 就是现在中国书店 呆在这地方 整对着灯是口这趟大街 原先那有个小庙 二郎庙 二郎庙你们都知道 公二郎神呢 二郎爷杨简 就三只眼那位 老太后啊 要上二郎庙降降 说上小庙去 那动静也不小 老太后的这个 仪仗大呀 好皇上的妈呢 还了得 这仙头部队啊 都到了二郎庙了 老太后这还没出宫 就这么大台 也搭着离着近 出了东华门 老太太坐在凤脸之上 投了 有人保护着 也是御林军的 手里煮着那金瓜月斧 朝天凳 就这个 什么模样呢 你看戏台上有 挺长这么一根棍 大柱子似的 上面有执掌权衡 啊 攥着笔的 有的是攥着拳头的 有的是个大巴掌 那不一样 这叫什么 这叫鸾架 那么大家都往东走 这会儿来了一阵风 这风不知道打哪来的 刮了一草帽 这草帽啊 不知是谁的 让风给刮起来 越刮越高 越刮越高 怎么那么巧 普 整套这金瓜去 好吗 挂这儿了 可是拿金瓜这位 不知是什么 这挂这东西就不敢走了 嗯 他站着 金瓜月斧 朝天凳 英武英帆 英照英 执掌权衡 这些个朔 啊 后边有月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这金瓜是打头的 头一个 他一站住 后边全站住 不走了 这道队停了 那么太后这 奉脸呢 这鸾架呢 可也就停了 太后不明白 到地了 怎么着 到了 有功告说 老佛爷没到 没到走啊 不是什么 头了什么事 瞧瞧姐 哎 上头了 头了一问 怎么不走了 有这个笑语 啊 越林军 这上呢 炒帽 啊 炒帽谁的 不知道 怎么来呢 刮风刮上去 谁是炒帽的 那燕街有老百姓 老百姓都给轰开了 都在两旁跪着 您说这会儿 就这句话问出来 谁的草帽 谁敢答应 不敢说呀 这会儿就即便这草帽 是自己的 你举手 我的草帽 你的草帽 因为你的草帽 刮在这金刮上的 妨碍了倒对的前进 杀 谁敢答应 没人敢应这草帽 您这会儿 还甭说 刮飞一草帽了 您就刮飞一皮尔卡 但是皮夹克 值四千多 都不敢认 那都不能说自己的 送的跟铁 问 这是你的 这不是我的 都不敢认 大家都趴在地上 连头都不敢认 全不愿意 这还不依不饶 紧着问 谁的草帽 谁的草帽 就这么个公分 有点搭谈了 我的草帽 你们拿我草帽干什么呀 大伙一看 好大的胆子呀 愣敢认这草帽 是他的 大家伙顺身心 这么一瞧 跑了一小孩 这里的还真有认识的 这小孩飞着旁人 往北一点 就是他们家 东四里是糊涂 刘统勋 刘大人家里的 三少爷名叫 留用